红掌叶子发黄焦冰干枯是怎么回事 1.焦水不当 焦水不当是导致红掌叶子发黄焦冰干枯的原因之一 焦水过少时,红掌植株会因为缺水而出现黄叶的现象 这时需要及时给红掌补充水分 焦水过多导致盆地积水时,红掌也会出现黄叶现象 这时需要产松土壤,加速水分蒸发 2.施肥不当 足够的营养物质是红掌生长的基础 若没有足够的养分,红掌的长势就会变弱 时间久了就会出现黄叶的现象 这时需要及时补充肥料 需要注意施肥过多同样也会导致红掌黄叶 施肥过多时,建议换盆处理 3.光照不当 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光合作用 若是将红掌长时间放置在阴暗的地方养护 红掌得不到足够的光合作用,也会使叶子发黄 这时需要及时将红掌移放置光线明显的地方 而长时间强光照射,同样会导致红掌叶子发黄 这时需要将植株移至阴凉的地方养护